台湾顾问团做会够台湾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奥国猪 今天大家关注话题是什么 要来看看是保调行动这回的规模之大 我们带您一并同时间来做关注 倒数计时阶段了 待会的三点钟呢 我们来看看来自于宜兰地区的渔民们 发起了这趟的保调行动 就要正式的来出发 好 这场叫做为了生存 要来保护渔权的这个保调行动呢 三点钟正式出发 目前我们讲不到的最新消息是 有76艘的渔船一并来前进 那么这里头一艘船 至少10个人的情况之下 哇 760位的渔民们 那么大家要前进来到这个钓鱼台 做最沉痛的一个宣誓 我们来看到整体的钓岛风雨呢 从9月11号日本买了钓鱼台三小岛 把它给所谓的国有化之后呢 马总统也到了彭嘉宇 也宣示了主权等等的问题 但是跟渔民生存 最实质有关的渔权问题 现在说呢在APEC开会的时候 我们的领袖代表连战先生 跟日本的首相野田家宴 有了这样的密会 说呢要来谈了 但谈到现在我们能够接受 接下来要复谈这样一个说法而已吗 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政府 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动作 可是渔民这个时候决定 要来自己来了 但今天出发 明天凌晨5点钟才会来到钓鱼台的一个海域 要开始进行所谓的绕岛的行动 绕完岛之后 整个情势渴望来改观吗 特别是在整个钓岛风云的发展到现在 中国日本之间的对峙状况 还有呢 未来后续的一个发展 更重要是台湾在从里头的所担任的角色 还有这次的钓岛风云当中 我们到底能够获得什么样实质的利益 特别是渔民关注的渔权问题 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吗 这当然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话题了 台湾国务团关心台湾 要听得见各方的声音 我们先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再来好好地谈 首先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国民党籍立法委员 林玉芳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再来介绍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来介绍资深媒体人周宇寇 大家好 好我们主要来看到说 今天这样的一个消息传来之后 其实渔民的一个要出海去保调的动作 已经延宕了几天 为什么因为钱不够 不够买足够的油料 让大家前进钓鱼台的海域来做宣示 但最后这笔钱进来了 汪汪集团的董事长蔡衍明先生 以个人名义捐助了这笔钱 但这笔钱捐助让渔民能够成行的这个时刻 上午在立法院讨论什么呢 民党籍的立委 段仪康对着这个海巡署长王静旺说到 这是一场你们配合财团老板 所在演的一出保调大戏吗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带你来看 渔民自发性号召百骚鱼船下午出发挺进钓鱼台 无法容忍日本阿靶 渔民为了生计护鱼权海巡署将派遣 舰艇护航 我们处理了一个原则 我们就是不挑衅 不冲突 但是也不回避 保调行动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理性和平 海巡署将派遣核心舰以及十骚以上的艰艇随行 至于人员以起配备被列为最高机密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中方跟日方的理解 或者是有没有去沟通 那在中国大陆部分 我们海巡署这个没有沟通 但是在日本的部分 他们因为这个是公开的 透过我们冲生一个联络官 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渔民 这个是有这种状况 那我们海巡署会全力的来保护我们的渔民 所以对你们来讲 你们心里的准备就是这样 就是说反正大家配合去演一出戏 那这个大戏啊 这个还有媒体的老板这个出钱啊 大老板出钱啊 那么把这出戏演完了 我们宣示了渔泉 不是我想这个 不是这个演这一出戏 听到段元康这段话 这一刻正准备出发的保调渔民气坏了 反问立委 不是为了渔民渔泉保调就算了 像还说这是一场戏 这个是比较没力的 我们在作业 我们的情形就都白了 渔民表示台湾保调行动已经晚了 段元康连个行动都没有 还伤害大家 段元康的正义发言 法院消息也看到第一线在宜兰渔民们的反应了 好待会整个出海的最新动作呢 我们下后就要讯号完成 在确认之后就会立刻跟苏澳渔会的理事长 陈春生先生进行最新的现场即时连线 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带大家看最新的准备情形 不过先请教黄委员 这场的保调行动到底段元康委员的说法 就是民进党的立场吗 这场保调行动从原本喊出来 要前进到现场到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似乎也没看到民进党 有些什么样特别的想法做法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段元康委员的讲话不能代表民进党的立场 事实上民进党从苏主席到我们 包括我们个人在内 事实上我们也是认为说 这个保调事关台湾的主权 保调事关台的主权是台湾的 所以说这点是无庸置疑的 至于您刚刚讲说民进党要有什么作为 大家不要忘了民进党是在业党 我们执政的这个 我们应该问说马总统要有什么作为 马总统去钓鱼台宣示 去彭嘉宇这样的宣示够不够 然后我们海军有没有怎么样的准备 然后我们的海巡署 他这个配备够不够 他的人力够不够 他的装备够不够 这都是要列为机密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要问的是这个东西 因此对民进党而言 我们的态度很清楚 但委员之所以这样讲 其实坦白讲 今天我们看到渔民 他们的这个T恤上面很清楚 这个要生存 护渔权 当然我们可以说 渔权跟主权是有相关的 可是事实上国民党在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批评陈水平说 只讲渔权不讲主权 太软弱了 那如果用这句话来看待现在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样 因此我觉得对于渔民的这个主动 自动自发的行动 我们可以尊重 那对于我们也呼吁这个事实上 这个海巡署要保护渔民 然后日方不要蠢动 好 我们希望理性来探讨这样的事情 但今天在出发前这个时刻 来自立法院这样的一个说法 难怪前线渔民会觉得非常之生气 黄委员刚刚讲到那毕竟是段委员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么到底执政党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为 没有错 我们都不断的在做监督 但是黄委员 那么民进党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说您刚刚讲 我们在什么时候讲过什么话 马总统也说过话 现在也没有来实践 那这时候你又要怎么样强力来监督 政府在这起事件 要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 因为今天这一讲 伤害的是渔民的心情 也伤害的是海巡署今天要配合 要来保卫渔民出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一讲 这笔钱 媒体出钱 这样讲 有点很扭曲整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民进党监督是应该的 至于说出钱的人 他因为这个出钱的人 他还是用这个自己个人的名义 那我们也与尊重也肯定 其实这些捐款不能讲出钱 我们讲出钱 好像是出钱请大家要去出海去保卫 捐钱的人 那如果说捐钱 你应该有收据了 是不是这样讲 我觉得其实捐钱我们同意 捐款的人 我刚刚讲说 这个活动 大家有钱出钱 很多人都有捐钱 我刚刚讲说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我们还是要讲有钱捐钱 事实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还是有人support这个活动 有人去这样做 不过之前我看到 注意到一个消息 这个渔民认为说 没有钱 所以是不是我们就缺乏经费 我觉得其实 中国大陆的渔民出去 上千骚 中国大陆的经济应该 他们经济是不错 但平均国民平均收入 应该不会比我们太多 如果真的要 真的是站在主权的立场上 中国大陆的渔民 他有没有跟政府要钱 伸手要钱 我不知道 有的报道说有 有的报道说没有 但我觉得我理想中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去那边钓鱼台 从今天下午出发到明天凌晨 大概是十个钟头的航程 十几个钟头的航程 这样子出去 大家都是努力为台湾而努力 那这个时候就讲说我没钱 你不给 我觉得其实有点 气质上是有点稍微弱一点点 当然我还是讲说 我们还是肯定渔民的 因为他们肯出去 我们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非常非常非常的万幸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也不会去讲说 你只是讲渔权没有讲主权 我们都不会这样讲 至于海巡署 我们也肯定海巡署 因为马中仁也说 钓鱼台的这个护鱼 应该不只是年年去 在渔记的时候应该天天去 所以这本来就是海巡署的职责 对本来就是海巡署的职责 他们领委员 那么在这个时刻被批说 今天这场的保调的行动 海巡署是配合在演戏 怎么会是这样讲 我认为我们的海巡署 是最值得赞美 海巡署在所谓的保调上面来讲 他们是花了最多力气 你看四年多前 联合号被撞成的时候 海巡署附送那个保调船 冲到里钓鱼台之后 0.4海里 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一条公务船 曾经那么靠近过 所以我们海巡署是破了两岸的记录 对不对 那在上一次的7月份 那个有一条 另外一架一艘保调船 那个也是 如果不是海巡署人员 跳上那个用小艇 跳上那条船的话 那条船早就被日本给逮捕了 只是很令人讨厌的就是说那条船最后竟然拿出一个五星级出来 这个也给海巡署一个教训 以后大家都要重新检查一遍 而且像有这样的人就要是特别做记录 他再出记录就要监控 不管怎么海巡署真的是很辛苦 因为他们平常要巡逸的那个海域很大 那民进党常常说他国民党你做了什么 马英九上来以后 发动了大规模编了巨额的经费 进行海巡署的大船小伞的最大规模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造舰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整个完成有些已经造完了 有些还在造 你知道 等到再过两三年 整个造舰计划完成以后 海巡署整个在海上赋予的能力 会比现在要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讲回来讲宜兰这件事情 我论不管是谁 你知道我们的悲哀在哪里你知道 韩国人独岛的问题 当然在于党有一些声音 可是基本上全国是一致的支持 南韩的政府的行动 就是支持李明博到独岛去 可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就很难 像太平岛今天我当主席在外交国安委员会 就有在野党立委跳出来讲 说你为什么委员会的立委建议了以后 你们就把这些装备搬上去 然后就去参观那些社籍 这样是不是搞得太紧张了 说这个说那个 这种话如果在韩国 哪个国会演员敢这样讲 你看看他觉得接电话就塞到爆 所以我们的男男在哪里你知道 就是说当有人要出去 人个人也好 甚至政府机构也好 要出去宣誓 我们对外岛的主权的时候 很多的杂音 我如果这是不对 不管谁捐了钱 不管谁捐了款 只要这些钱是用来捍卫 中华民国主权的 我们都给他鼓励都要给他喝彩 好 我们现在赶快来进行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场最新的现场连线 我们现在在现场上连线看到的是 苏澳渔会领事长陈春生 李宿長有听到声音吗 主持人你好有听到 是的 李宿长现在要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总共最后集结了多少的渔船 多少的渔民 待会三点钟要一起来出海 现在我们总共大概有报名78艘 总共应该确实数字应该75艘会出港 是 有75艘会出港 好 那现在天气状况好像不是太好 会有影响吗 状况非常不好 但是我们风雨深信心 为了保护我们的维生化 维护育团 我绝对认真来打拼 做我们的政府的先锋 回来做我们的政府的后段 是 今天在台北 听到立法院 民进台立法委员段宜康公 这次大家出海 其实是配合媒体 配合几个陶鸡老板 蔡衍明先生在演戏 这样大家在听到行情如何 这个立法委员这样说 不知道人间烟火 这个辟家要打拼 叫他来做准备去看看 来面来出港出看看 今天是我们政府 没有怎么做 政治人物想要做 还不敢做的事 因为我们民間的辟家 党主动来发起的 既然这样说的时候 磨灭了我们这些船长的努力 跟打拼 希望他來現場看看 看這個天氣 有三人願意出港 有三人願意出海 是 今天除了漁民以外 還有其他的民意代表 要跟你們當作出去嗎 因為我們這次是 漁民的自主的活動 我們盡量不邀請我們的 政治人物 都是在地的一些 都沒有邀請 都沒有公文 都沒有邀請 都是在地的漁民朋友 漁民朋友是中屬漁合的 一些的民意代表而已 所以我希望 我們大家把這個工作做到完成之後 再來看你的看法 和看你的評論 希望沒有傷害到漁民 不要傷害漁民 理事長剛剛有準備說 如果天氣狀況可以海象不錯 如果明天早上到釣魚台海域的時候 會要來登島插旗嗎 這個活動 這個是我們的險象之一 也不排除 但是 我們要看整個活動的海象 我一直在說 我們是以安全為第一的目標 我們的安全就是 就是把我們漁民朋友 表示 為生存 負魚款 最終的目標 我們是希望 把州仙留下來 一個傳統的漁場 今天沒有去發聲 也要知道你絕對合會 是喔 不可以合會 這次 大家都希望你們安全的去 安全的回來 宣示完漁權 你的態度之後 接下來 政府要每百年到三天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剛才開始 我就有說過 漁民朋友 自我選的裡面 就是做一些 政府不敢做的工作 說一些不敢說的話 我是希望 我們來做他的先鋒之後 我們後面來做他的後燈 把我們的漁權 把我們漁權 把我們州仙留下來的東西 完完整整 還留給我們的一代 我在這裡也要說 一個企業跟 在暗中來支持我們的工作之後 沒有來給我們賣他的基本精神 他的基本精神 就是因為他是在所有法基 知道說我們這裡的 村長 有欠缺這個經費 所以 大力的來幫我們支持 我也在這裡 有這個機會給各位報告一下 他的五百萬不及我們的三分之一 你想一個村長 去抓他一天抓三四萬 七十幾隻要一天抓多少 再來 尊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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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這段企業的優勢 這個 總合起來是很多很多 不是這五百萬 都發佈來講起的 所以我希望 希望 我們的政治人物 比較有良低 知道 市民的艱苦第一要爽 你也可以來 來這裡看 七十幾隻 都是自我的報名 並沒有一個人 去把議員 也沒有一個人 跟阿別 所以希望 了解術實 再來做一個發言的工作 好 感謝陳春生 理事長 我們也祝福 待會兒的行動 都一切非常的順利 謝謝理事長 照過我們的連線 來告訴大家 現場的最新情形 感謝你 感謝 好我們剛剛看到 理事長最新的說法了 那玉寇姐 所以大家說 這是一個主權的 一個問題的這個時刻 愚民已經非常單純的 只想把祖先留下來的 這塊漁場給留住 給互助 但今天我們在台北 聽到的聲音 卻是在這邊做相關的 一個質疑 初衷的一個質疑 這應該怎麼去看它 其實這個 一個國家的主權 是不能打折的 那民進黨長期以來 受到人民的支持 其實就是它 從黨外時期開始 它其實是有一個 基本的台灣的主權官 那台灣的主權官 在民進黨執政之後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 應該是一個 中華民國的主權官 所以這個主權這件事情 不管是 你是在野黨 還是執政黨 你即使今天還是在野 你也要有一個 政治的高度的表現 那段一康委員 他今天的這番談話 我覺得他身為一個個人 就是從人道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蠻讓人覺得失望的 因為漁民出海是很危險的 林委員去過這個 太平島還有這個 釣魚台附近 即使我們沒有去過 我們看很多的新聞報道 也都知道 魚大海是無情的 是深奧的 那你從任何的人道 人性的角度來看 這麼多艘船出去 你只要希望他們 能夠安全返航吧 你怎麼對這些漁船的 所有的乘坐人員 他們的家屬交代 他們自己交代 你今天早上那番談話 我講的是從個人 何況他是一個 非常資深的政治人物 那從民進黨的 立法委員的角度來看 你民進黨長期對抗 中國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要的是一個 主權的一個 強硬的態度 那這一次 你連對釣魚台的 中華民國的主權 你的態度都不夠強悍 你怎麼向全中國13億的人口 或是向中國共產黨的當局 表示我們 護衛主權的強硬呢 所以我無法接受 段一康委員的那番談話 段一康委員不是一個 資潛的立法委員 可他的談話 看起來非常的幼稚 這是我覺得 有點意外的 那既然剛才韋哲 他比較有深度的說 那代表他個人 那我希望民進黨的政黨 這個當局或是中央 你要有一個 比較有深奧思維的 或是有一個理念的 甚至於有一些 這個更高端的這種思想 對段一康委員的 個別談話 你不符合 這個是一個基本要求 你要對他有所批判 因為今天他們出航 一直到明天回來 多少個宜蘭的 或是多少個出海的 這個漁船的家屬 要感到憂心 我自己是基隆長大 每一次只要有颱風 我的同學 他的爸爸就是船長 就是船員 我非常能夠感受到 這樣的一個味道 更何況 去保衛釣魚台 跟我們跟中 跟民進黨 跟中國之間的 這種主權的 這種概念 有什麼直接相關 有什麼直接相關 這一次我去大陸 去十天 我剛剛前天才回來 我們到了這個 水浮傳拍攝的地點 也就是梁山附近的東平湖 因為我是跟我大陸的朋友 一起去這個東平湖 可是呢 我們有兩輛遊覽車 另外遊覽車上是台灣人 都是我們台灣的旅遊團 然後呢 雙方呢 都在講釣魚台主權很重要 那我一個 我的大陸團的朋友說 這些台灣的旅客說 釣魚台是台灣的 我說是啊 是台灣的啊 我覺得這個的表示 對於意識形態上來講 它是一個政治上的鬥爭 可是對於一個台灣的民眾來講 它是一種驕傲感啊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對於港委員 你收回你的話 你到現在 你都還可以去祝福他們 對於伊蘭縣長林聰賢 我覺得非常不屑 他前幾天不是已經說了 他要帶隊去嗎 為什麼今天我看到新聞 是他前 今天上午他還說 他不跟著起舞 不跟著幹嘛 主權也有時間上的變化嗎 主權的維護 你也有一些政治利益的 一些搜索嗎 好 我們時間很多 王委員 我們待會回來 我們進入廣告之後 還可以繼續來談 這個時刻呢 大家是應該一致對外 來把這個釣魚台的爭議 的問題呢 一致來祝福這一群 要自動自發 要前進來到釣魚台 捍衛主權的漁民們 來對他們表達一些敬意 還是在這個時刻呢 應該在這裡來做一個拉扯 特別是扯後腿的一個動作呢 只是釣魚台的一個爭議 現在出去保釣動作做了之後 接下來還該做什麼 再來看看三邊的一個狀況 我們待會會繼續的有深度分析